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網球選手 大阪之美週二突然宣布退出本屆法網比賽 他發推文聲明說 現在對法網 對其他選手 對我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出 大家可以將精力重新放到巴黎賽事上 他還透露 2018年在美網奪冠後 他就陷入抑鬱 每次和媒體講話前 都會感到壓力巨大 甚至需要在比賽中佩戴耳機 來緩解社交焦慮 他還在聲明中提到 賽後參加新聞發布會的規定已經過時 週一 法網聯合會主席吉爾斯莫頓發聲明 對大阪之美退賽表示遺憾 期待他能參加明年的法網比賽 本屆比賽開始前 大阪之美以心理健康為由 公開表示 不參加賽後新聞發布會 法網組委會隨後對他開出1.5萬美元的罰單 法網等四大滿貫還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 求援有責任和媒體接觸 並警告大阪之美 如果繼續拒絕接受採訪 未來甚至可能禁賽 日本民眾對大阪之美退賽感到吃驚 但表示 理解他承受的巨大壓力 美國網球名將小威廉姆斯發推文 對大阪之美表示支持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上鏡 綜合報導 未來購指定的是罪 mothers 推動 但是揭發 aseg razón dismiss そんなțiも Sicherheit